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在场的每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 所以我们当时排序也就是按按照姓氏的顺序 姓氏首字母来排了一个序 那么李老师您愿不愿意第一个来呢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没想到我还是新时龙排上第一个 大家好我就很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原来在本科我是在浙江大学数学系 但当时数学系就读 但是当时在数学系的时候 本科是想以后做生物数学 后来发现就是控制领域里面 他们也就生物研究的不错 所以我就转读了控制 Taltech Control Dynamical Systems 转读了控制 PHD 在读PHD的时候同时跟我的我有两个的Wiser 就是跟我的Mail的Wiser做的是跟Physiology相关 但跟我的CodeWiser就Steven Low 然后开始做一些跟电力相关的 接下来也比较Lucky 就因为当时我们 因为我是从控制和优化的Background 那几年 SmartGrade特别需要Control 跟Ophysiology的人过来 所以当时找Position找的也比较顺利 就来了哈佛 就一直在学术界 也从来没有过工业界的经历 今年SmartGrade 然后终于找了一个工业界 跟着去体会一下工业界是在做什么 所以在此我觉得各位应该有很多 像我们嘉宾里面 反正大家资历都比我深 也想倾听大家的经历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 那孙老师你愿不愿意 接下来想一想 好我叫孙凯 我现在是天大际大学的教授 我是在国内清华大学读的本科和直播 我是清华那届第一届的 就是历史上第一届直播 然后毕业以后 我本科学的 本科跟研究生这一段学的都是自动化 都是控制理论和控制工程 我导师是郑大中教授 然后他是大概两年前过世 我是大概 然后我是毕业之后 我先去加拿大 做过在那个西安大陆大学 做过一年的博士后 后来我又去了 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做了大概一年半吧 后来然后我加入了那 就是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就是叫一般我们都翻译 叫美国电科院吧 我在他那边的那个电 电网规划跟 调度部门做项目经理 做项目经理 大概做了五年吧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 再重新回到学术级 所以我一二年加入的是 天拿西大学 所以现在是正好是 马上就十年了吧 九年了 对 所以我现在主要的方向是跟电力系统 有关是因为 我博士论文做的是一个跟电力系统应用 是一个优化算法的电力系统应用 所以从这之后我就基本上离不开电力系统 所以后来做的都是电力系统 就介绍这么多吧 好 谢谢 谢谢孙老师 那 徐老师 谢谢你们这个 挺好组织这么一个讨论会 我的汉语名字叫徐文远 我是1982年 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 然后又到加拿大来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是1989年博士毕业 然后就在那个温哥华那个 我从温哥华那个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毕业 然后就在温哥华的这个 utility company BC Hydro工作 包括它的研究部门 工作了大概七年 然后的话我当时觉得这个生活挺舒服 也能做些研究 everything going good 后来就有这个deregulation 当时就industry开始deregulation 然后的话这个重组很厉害 我突然觉得这个 这个organization这种变化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后来我就联系去大学 而且我也对研究感兴趣 我觉得大学可能对我比较合适 后来我就申请了这个加拿大的大学 后来就到了University of Alberta 是1996年到游飞的 然后刚前第一年的时候 我觉得研究还比较顺手 就是教课 我确实教课教得不太好 然后对我压力挺大 我觉得是不是我真的不太适合这个sackle remember 我又有点犹豫 我觉得这个 这东西你只能以教育一半的工作也不行 后来我在教课上我们系统比较鼓励我 然后就鼓励了我一两年以后 后来我就 课程上也提高了 就是说开始不反感教课 后来慢慢的就 就开始顺畅起来 后来一直做营就做到现在 就这样 谢谢 谢谢徐老师 谢谢张老师 好 我要感谢主持人的邀请 很生幸能跟各位嘉宾一起分享我的经历 首先我觉得各位嘉宾 私利都很深 那刚才徐老师说 他是1982年从西南教大毕业 我是1984年在西安出生 然后剩下是气节就不说了 然后我来美国大概是在 07年还是 对是07年 我的本科是在北里宫 我们当时有一个 硕士的类似于 本科的类似于三加一的项目 当时还属于三加一项目 比较早的时候 所以我来到北里宫 北里宫来到这个 当时叫普渡开流美 现在叫普渡 Northeast 好像是这样 这样叫 然后我在那里继续 读了本科的第四年 然后同时也读了一个硕士 我当时的 我当时来美国的 我的梦想是 硕士毕业 然后进入一个美国大公司 然后让这个美国大公司 把我派回中国 然后我拿着美国的工资 在中国生活 我觉得当时这个计划非常好 然后现在看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幻想 这不是梦想 后来 当我说是上了一半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这个控制 很难找到工作 当然也是我水平有限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说 还有方面就是说 当时控制 其实industry 要的最多的都是 military 比如说那种 reesome be system larky 这种都是美国公民才能进入 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我转一个方向 后来我博士时候就转了这个电力系统控制 然后当时 可能也是赶上了那个就是smart grid 当时09年 那个时候特别火 所以我当时就来到了北卡州立 我的导师是梦云超 当时是 北卡州立有一个freedom system 当时比较有名 我是做电力系统的优化 做分布式优化 然后我大概在博士最后一年 我在abb实习 因为当时abb的总部 research center和北卡州立 在同一个campus里 我就比较幸运在那里实习 然后当时我还没有放弃我的那个幻想 就是说在一个大公司工作 我当时尝试加入abb 然后在我在abb实习过程中 接触了一些项目 接触了一些 有些经理 我发现我 我博士时候做的 做的这个recer是特别 偏理论 所以我其实在工艺界找工作 没有特别多的优势 所以同时我就开始找教职 当我在bb实习的时候 当时很多大学都在招 这个做电力的教职 我当时 我记得我当时搜这个 teeword是control加smart grid 当时可能出来至少有 50个以上的opening 然后我大概 我全部看了一遍 然后我申请了大概有30多个 然后大概有10个人 10个电话面试 应该不到10个电话面试 10个电话面试这边 最后只有一个onsite的面试 就是我现在的学校 叫苏尼宾县顿 宾县顿大军 纽约州立 然后我就来到这儿 后来以后呢 就 也可能比较幸运吧 就是接着 我喜欢的项目一直做 做到现在 我现在是 在这里已经第七年 我比较enjoy目前的生活 如果大家想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可以 之后我们再仔细聊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从我们各位嘉宾的 这个分享来看 我们的嘉宾都多多少少和工业界 打过一些交道 尤其是我们的徐老师和孙老师 都在工业界工作过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 而我们很多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纠结于是去工业界工作呢 还是在学术界工作 所以我们就首先想请各位嘉宾来讨论一下 工业界和学术界工作的一些区别 以及学术界和就是在工业界工作的经验 是如何影响您在日后在学术界的工作的 我想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徐老师是在工业界工作最长的 那您愿不愿意来首先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那好 谢谢 首先我这个internet的connection 有的是他说not stable 所以可能会断掉 然后又恢复 好吧 我就尽量那个争取这个机会讲一下 我在工业界的时候 我觉得是如果你喜欢研究 比较independent 我觉得是在学术界可能比较好一点 研究包括愿意写作 就是说写论 有些人只愿意研究 不愿意写出来也不行 就是说我当时 好在我当时BC Hydro 我的supervisor 和IQP很有联系 而且也很promote new technology 所以我有这个机会在BC Hydro也做很多研究 也发表论文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我也觉得这个 再加上我的好些同事都有PhD 他们比较推崇 包括那些伊朗的同事们 他们都很希望 觉得大学挺好 所以也对我有些影响 然后的话 所以我到大学来了 我觉得我到大学这个move是对的 就是说我 我比较independent 到了后期的时候 I don't want to be bossed 就是这种心态 知道吧 所以的话这个BCR是自己的boss 这个我觉得这一步move比较对 第二个就是我喜欢研究 我以前在本科的时候我就喜欢写论 所以我对这个也研究是比较passionate 但是这个在大学的一个小米之下吧 就是说工艺界的优点就是说什么呢 你反正如果你不愿意出independent 如果你一个好的工作 然后你可以很多你的研究结果 你的工作的结果 能够马上见效 也有一种成就感 然后的话 这个life is relatively easy in a sense 那个如果你技术好的话 这个layoff这些都不是不需要担心 对吧 特别是utility company 它这个very stable 就是各方面 这是它的优点 它缺点就是说 它有这个boss 有的时候organization reorganize以后 你可能有新的boss 你的你的适应 这个新的这个management 学术界的话 我觉得这个优点就是比较independent 如果你 你这个拿到研究经费 或者怎么样 这个喜欢做些研究 能够发达论文 这样的话 这个life is pretty good in that sense 然后这个学术也有两个缺点 我觉得 第一个是 就是这个你要 reasonably good at teaching 至少不太感感提醒 对吧 OK 这是第一点 teaching有的时候 不太好的 倒不是说你这个 teaching的management 你be evaluated by student 这种psychology 不是特别好 OK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 你是constantly be evaluated by other people 这个比如说你论文投上去 然后的话 可能被reject 然后你申请funding 可能也被reject 如果这种感觉 失去几年以后 对你个人的信心打击是很大 这个在工艺界工作不一样 工艺界如果你performance不好 你manager对你不高兴 你可以找manager谈 如果你在这个学术界以后 你根本找不到人谈 你开始如果多了以后 你开始自己怀疑自己 你知道吧 这种感觉是非常unique 在学术界里头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所以说有些人呢 他后来最后就不愿意在学术界 他就离开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这两种比较 比较明显的一种比较 好 谢谢 好 谢谢徐老师 谢谢徐老师分享的 关于学术界以及工业界的一些区别 那么孙老师您觉得呢 因为您也有过五年 在工业界工作的经历 我觉得咱们这说工业界 咱们就假定是北美工业界吧 因为可能国内 可能和欧洲可能还有点区别 所以我也只能 我也只有在这个北美工业界工作的 实际上是美国 我觉得实际上你选择 在学术界还是工业界 主要是跟你人的这个特质有关 比如打比方 你是喜欢这个老师每天给你留一道作业题 每天第二天检查 而且还要求你每道题 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呢 还是说一下给你留个一百道 是吧 我一个月以后再看 你是属于哪类的人 我觉得可能有的人 这个实际上属于哪类都无所谓 是吧 但是都无可厚非 但是可能有的人特质不太一样 有的人需要有一个人 是一直处于一种这种 advisor或者tutor的这种角色 一直带着他做 是吧 这样做到一段时间 时间之后你和你的这个老板 或者这个的dvisor形成一种默契 最后呢 他就会有给你一些自由度 然后这样呢 你出现问题 他直接可以被你负责 像工业界呢 一般你会有这么一个 manager 但是学术界大本这个 professor是要单打入斗的 所以说你是要做到这个dvisor这个决策 所以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 所以呢 你如果是 你特质希望有一个人 一直这么带着你去做 可能你建议你可以尝试工业界 但是这个风险就是 如果这个advisor跟你不对付的话 就是他跟你 出不到一块去 是吧 这个你就比较 日子比较难过 所以你就可能需要再换一个租 或者换一个公司 但是如果你要碰到一个advisor呢 他对你非常信任 那你可能你的这个 live就过得非常easy 是吧 你想干什么 他都充分信任 所以这个是 这个区别 所以呢 我当时 去iPray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我当时刚去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很兴奋的 因为我记得我 我做研究研究生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跟电力系统 相关的报告都是iPray的 所以当时iPray的报告 当时在我心目中 相当于比这个HB的paper transaction paper的位置还高 所以我等我去了之后 后来我发现你基本上可以 接触到从这个技术 从paper阶段 它怎么不断的酝酿 变成一个这个power type 最后怎么放到user 而且你知道user反馈 然后你再重新设计 一直到时候 把它送给一个 或者把它给到一个 这个wander 去把它做commercialize 就是把它商品化 这个整个过程 你全都能看到 而且这个过程 会在三到五年之内发生 所以这个是很幸运的 所以当时 我当时觉得这样 这个很不错 这基本就是这个frame job 但是随着时间呢 有些呢 跟工业界工作的 有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因素 就发生了 比如说 我在iPray工作的五年 我换了大概八到九个老板 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 比如你说在工业界工作 每年的年初 是由你的老板 给你定这个performance goal 就是刚才那个 徐老师也说到 就是给你定 你要哪几件事 你必须完成 你没有完成 你就没有达到你的够 后面呢 有几件事 你可以额外完成 比如说你多写了几篇文章 或者你多参加几个会议 那么再给你加一些分 最后你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是要在你的team里去排队的 然后每个team 可能有多少人 他的那个 他的这个bonus 会有多少 这直接影响到你的bonus 也影响到你每年salary 涨多少 如果你这五年里 换了八个老板 这意味着 你年初的老板 给你定的够 你超过完成 等到年底 那新的老板不认账 他说这个不是我care 我care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当然也可能是我运气不好 因为我在Apple那几年 正好是07年到12年 说大家看看 那个股票的走势 大概08、09年 那时候是股票的一个崩溃 所以那时候 Apple layout很多人 大概百分之六 因为当时那个电费 就是 因为那个电 电的使用量 减了百分之六 直接对应着 utility的 大概有百分之六的人 要提前退休 Apple就没法养活了 这么多product manager 和engineer 所以他们就要退休 所以我就 体会到了那几年 体会到了一些 也不能说事态炎两个 但差不多 所以我就发现 这可能不是 我很喜欢的工作 我可以做好 但是如果我要 一直这么做下去 中间会有一些 我不太喜欢 比如说 我不喜欢对 被这个 很多个老板 这样牵着走 所以我也是 跟刚才跟那个 徐老师说的有同感 就是我不想 被很多老板 盯着我去干活 我想我自己去 决定想要干什么 所以我决定去了学术界 这是 为什么我从 就从工业界 决定去学术界吧 但是到学术界之后 我也发现 实际上 你自己变成老板了 你自己变成老板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 interface 实际上你要 跟所有人打交道 你要跟这个 方便agency打交道 你要跟学生打交道 你要跟工业界打交道 就是原来可能很多事情 已经被这个 你的老板给你 给过滤掉 就你老板 只给你看 你需要做看到的东西 然后完成你的工作 但是现在 你一旦变成professor 你需要 等于你要坐在 一个老板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这时候 好像所有的人 也都变成你的老板 因为所有人 只要 任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之后 你的这个研究工作 就没法顺利的进展 但是总的来说 我还是现在很 injoy这个fighting工作 因为首先很自由 每年大概有 三到四个月的假期 如果我提前把这个 这个美学期期末考试 能够提前考完 我可以 大概可能有四到五月的时间 我可以充分的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可以看一些书 我可以看任何理论 就是跟我没关 都可以去学 我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没有一个老板 每天说 好你今天 我给你突然打个电话 说我现在交代你的事 你光今天晚上 四天以前你给我干完 然后必须干 干不完你加班 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但是也意味着 周末你学生会给你打电话 突然说这个地儿我过不去了 你能不能给我建议 我也知道这学生到那坎了 我不想让他再等两天 等到礼拜一 我会再加班 花一些时间去帮他想一下 所以这些都是他的 有利有弊吧 但是我只能说 现在这个生活 基本上是我自己比较 injoy 对 如果跟我的工业界比 那我还是很庆幸 我回到了学生 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孙老师的精彩分享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 因为您是在ABB做过一段时间的intern 并且也做过一年的postdoc 我想问一下 那么张老师您觉得 在工业界工作的这段经历 对您日后在学术界工作 有什么影响吗 影响 我觉得还是很 比较深的 因为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一个印象 就是 当你去这个 general meeting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学术界的人啊 和工业界的人 有点互相看不上 学术界的人说 你们这个 怎么还在用pnd控制 这都50元钱的东西 然后工业界的人说 你们这个东西太特化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了 是吧 这个 这个是在 我觉得是在power圈子 特有一个现象 在别的圈子 好像没这个现象 然后我就在想 因为我两边都待过 我想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可能学术界 还是一个比较超前 是比较 大家鼓励 试错的一个东西 但有时候 大家的这个assumption 它不是特别靠谱 所以导致 在你的assumption上 你走得太远 所以就出现一个 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当时在ABB 有一个非常senior的一个人 他就跟我说 他每次去general meeting 他去逛这个 student poster session 他只问三个问题 然后大半学生 就是回答不了 这三个问题 就是连那个poser的 interlation部分就过不去 就不用再问 当然每个问题都不一样 他大半的就是说 你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然后你的假设是什么 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解 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 但每次 他说大概有80%水平 就基本上 interlation就过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 做research的时候 可能 这个工业界经理 对我的影响 就是说 做research的时候 一定要 怎么说 不要客举求建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就是说工业界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它需要解决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有一个很fancy的tour 在哪个方向 就硬把它往上加 这是我 我觉得 ABB那段时间 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谢谢张老师 非常感谢 那李老师 在您的简历中 看到您有一个创业的经历 您创办了一所公司 叫做Singularity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请请请问一下李老师 就是您可不可以聊一下 您的这个创业经历呢 我正要聊创业经历 应该把我们公司的CEO拉过来 我觉得刚刚那个子昂说的 就是其实是 为什么我们想自己创业的原因 像做 子昂也做disciplinarization 等这一些 我觉得就是大家的vision Bruce Margaret 这个vision 其实很多年了 像Demonstance 这东西也很多年了 并不是说最近10年20年 其实在应该80年代 这些Honeywell这些都已经提了 但是就是state的话的 就是这样说是中一个gap 我觉得我当时 有这些算法一样 我跟很多英国去讨论聊天 他们其实很interesting 像我最近应该可能跟阿波瑟 本来两年前聊 他们开始很interesting 然后等等等等 后来当我说了 就是我们想try一些idea 然后做research 就基本是end of conversation 就没有下文 就有有很多原因了 都非常stent 就是因为power electricity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Google 做起来里头 那Google的东西更加偏IT 要改个东西是很容易改 但是像我觉得power industry 很多东西infrastructure 还有safety 这东西你不是说我一篇文章作业 simulation 我就真的就trust you I'm going to have to do it 所以有很大fotration 所以后来我的是我后 但我们他原来读pd 我们也认识合作过 我们当时一直开始是想做micrograde 然后因为碰了这么多币 就是这些industry 就说除非你带给我更多的real case 这是我可能才会考虑 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干 然后自己干的最佳方式 像学术界 我的学生 我一般我们组的工作 更加偏academia 或者是serratical 因为学生的interest 各方面的原因 但这中间会有个 就是translation 真正有个gap 所以那块gap的话 当时想最佳的方式 其实应该是做startup 这样子的话也不用耽误学生 做他们的phd 然后我可以直接startup 可以招他申请 然后来把这些ID 也算法 software给他给拥了出来 这是我们做的初衷 我的博会也很给力 他就是CEO 我们当时跟哈佛 因为跟哈佛当时也聊过 哈佛是很support 他当时知道 我的很多东西 应该是可以做translation的 然后但就差了一些 所以其实哈佛这边也鼓励 他说你要不要自己做 就你自己做startup 就是我们之前签一些NDA 这些新NDA 可能要花上一年时间 就太slow了 所以我们就自己自己做 然后哈佛给了一个 开始给了我们一年的fund 所以说translation的 中间那些preparation 就有学校的support 开始先做起来了 做起来之后 就很natural的给他launch 但这后面story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现在其实我自己 没有花特别多时间 在startup上面 因为真正开始做startup 之后那是另外一个story 就是totally different story 我们开始是想做meprograde 现在我们其实没有在做meprograde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 跟pub and data analysis相关的 因为在印度去 我们当时找VC 找这些投资 大家会问很多 就是一样的 就是你ready不ready 如果说你说其他这些infrastructure 他们还不想用这些 那凭什么你觉得你几年之后能有profit 这个说起来会特别长 我觉得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以后再单独再聊 但是个非常浓 然后我通过跟CEO参加过一些会之后 我大概也觉得我个人的interest 喜欢在academia 做一些就是agorism design 等这些 所以我就相当于现在公司挂的职 也是scientific advisor 就跟他keep discuss 如果他在他现在想做的方向 里面有一些就是agorism 或者是方法modeling的这些问题 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讨论 但具体的business等这块东西的话 基本就是我就完全trust我们CEO 让他go ahead 那林老师 您这个公司现在有没有客户 成功的客户 大概有多少 这个你看就是我就特别不靠谱 我应该上一次跟CEO开始 讨论工作的事情 应该也是两个月之前 在两个月之前 当时我们应该已经有三到四个 就是已经是on board的 有就是已经有产品 跟他们合作 但他同时因为今年 今年就每次跟politics 这些也是有关的 自从Goviden上来之后 做这块的sup 又开始比原来好做很多 之前是真的是非常难 然后最近我们又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特斯拉这些公司 在开始找我们 哦 两个月之前 所以我对啊 我可以再去问问他这些 这些在谈的一些partners 有些谈怎么样 对就今年形势非常好 但前几年就形势非常难 但CEO坚持下来了 所以有个好的合作伙伴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 好的 谢谢李老师 所以我们的在场的思维嘉宾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经历 也非常感谢我们思维嘉宾的分享 关于学术界以及工业界工作的一些区别和联系 接下来呢 我们想探讨一下关于找学术界工作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我们有两位嘉宾是有做postdoc 其实是三位嘉宾有过做postdoc的经历 孙老师呢 是曾经在学校做过两年半的postdoc 李老师也在学校做过一年的postdoc 张老师呢 是做过一年工业界的postdoc 所以我就现在想问一下孙老师 您觉得postdoc对于找教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或者说您觉得如何才能够利用好postdoc的经历 去为自己日后找教职加分呢 我觉得postdoc不是必须的 但是如果你在博士毕业的时候 你的论文你的publication达不到 那个要求说你没法跟其他人比较的话 你最好是去做postdoc 就是我实际上特别鼓励学生 如果是他的博士在这种像public school 就像UT或者像工程类学校 最好可以去一些top school去做postdoc 这样的话你可以换一些不同的思路 然后呢你可以总结一下 你博士期间还没有发表的文章 你把它尽量整理成文章发表 这样呢等大概 因为postdoc实际上是比较flexible 它取决于funding 而且postdoc系列你实际上也可以帮助你的advisor 去写一些这个 写一些这个grand proposal 如果有funding你可以继续支持你自己 所以但我不建议postdoc做超过两年 我觉得一般两年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到第三年甚至第四年的话 这个人就慢慢就疲了 你就慢慢的失去了这种 当时想继续找教的这个热情 对 所以如果是你博士的时候 已经有很好的publication 然后也有很好的机会 这样机会是很难出现的 就是你可能看到 比如说你博士毕业这一年 你发现出了很多这个 跟power相关的教职 你觉得好像很容易找 但等你去做了一年postdoc 回来发现那些教职都满了 他再招的话没人招了 那你可能就要等很多年 这个机会可能就错过去 对是这样 所以这两点吧 一个是你可以总结一下你的publication 增加你的paper 第二是可以锻炼一下 怎么去帮助你的advisor写些proposal 然后如果advisor有一些其他的研究生 你可以帮助带一带 这些事实上都是对你的锻炼 好感谢孙老师的分享 那李老师您觉得 您对postdoc是怎么看的呢 我完全赞同孙老师说的 我的职位其实是我PhD就找到了 就是现在流行帐 就是说有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从PhD到辩论的wiser 是个非常大的gap 然后大家会觉得做个postdoc 稍微一个过渡阶段是有帮助的 但这个其实找教职 像刚刚孙老师说的 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也在犹豫 但是当时我的mentor就说 今年有很多position 你这个过了一年就不一定有了 你今年赶紧升 虽然我觉得我很不ready 然后我觉得我的publication也一般 但是反正他们这么说 我就这么升 升了之后 那年确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我当时面试有很多 十来个面试 然后其实offer也有很多 后来我就拿了offer之后 当时就有点 拿offer之后下面是有点傻 就说 我就是suddenly am I going to become a why is it really 然后就有点慌 但是当时就 我大概就知道 我当时问了学校 就是当时在design offer 是有问的学校 我可不可以defer 就是做个一年或两年的博后 哈佛是很支持的 就哈佛说 只要你不要再聊到你原来的组里 随便你去其他组 我们是很支持的 然后我就去做博后 当时我没有design 是做一年还是做两年 我说我不知道我要defer几年 他说也没关系 你ready的时候跟我们说上就可以了 所以这点挺好 所以我是拿了教职之后 然后去MIT 做了一年博后 当时去MIT觉得距离比较近 所以同时也稍微get to know what happened at Harvard 现在回过头 其实现在回头再说句话 就说是不是要defer 我觉得defer不defer 可能也其实差别 可能没有那么大 这是另外一点 对如果你们就是 如果你们看有有好的机会 你period的最后年生 升上了升上之后 想不想defer 本应可以顺利 我们可以discuss 我觉得是case by case 我现在回头想 很多事情 你做faculty 真的就是开始做了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确实博后给了我一些过渡 但我觉得 就是得到锻炼最多 还是真的就正啊八经的 自己就是push to the limit OK now you are the wiser you going to be the team 就 from the squad 我觉得每个估计在职的都是这样 反正就是从从零开始 什么都得学 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做的 wiser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也在学习怎么做的 wiser 这是一个 反正一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孙老师 关于postdoc这段 这段经历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想 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来探讨一下 如何去申请学术界的工作 因为每一个学校呢 都有它自身的特色 而在我们准备的过程中 有针对性的来准备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有些学校是科研型大学 有些是教学型 还有一些学校会服务于某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比如某一个minority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在准备材料的时候 能够突出这些特点 突出一下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服务于这个学校的mission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今天的在场嘉宾所在的学校 也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如李老师所在的学校 属于是一所私立的名校 而孙老师呢 是来自一个 是处于一所公立的旗舰校 而张老师呢 是在一所比较好的老牌的公立学校 而徐老师呢 是在一所非常好的加拿大的学校 所以说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现在呢 我就希望看看各位嘉宾能否从自己学校的这种特色来讲一讲 自己的学校会比较看重哪方面的一些 qualities 在寻找这些教职的 这些faculty candidates的时候 会比较看重哪些方面的特质或者是能力 那么这次我们从张老师开始怎么样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我的 我先说一下 我们学校 苏尼·宾汉腾 他的文科很有名 他的理工科没有那么有名 Anyway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排名在门网上涨 说到排名 我就要说 这个美国大学啊 他比较势力 就是说他照顾的时候 他会看你这个人来自哪个排名多少学校 所以说比如说你是来自Top10的学校 然后那你找Top10是没有问题 像我的毕业学校是北卡州立 是吧 北卡州立呢 北卡州立他的意义 他认为是很厉害 大概是30到50这感觉 然后所以我如果去申请MIT 估计MIT连看都不会看 是吧 这个是很现实 大家就不要往那方向想 所以如果你是毕业来自于30到50的学校呢 那你可以去申请50到100的学校 是吧 这那些学校是肯定会看你的简历的 然后呢 刚才大家说Post out Post out一个好处 我刚才宋老师谈到 谈到就是说 如果你的博士学校排名不是特别高 你的Post out的时候 可以去一个更高的学校 你只有上去这一下 才能再下来回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然后 关于找教育呢 我还想说一个点 就是我没有太多的 那个从学校来我的那个考虑 就是说 当然学校来我会有他的考虑 他每个他每年 想教这么想教什么人 他会起在那个 opening里边 你要仔细读 他想照哪个方向 然后尽量把你的简历往上靠 然后 但是我我自己的观点呢 就是说 第一轮是第二轮 就是第一轮是看简历 第二轮是电话面试 现在是入面试 这两轮是可以准备的 但是真正到第三轮onsight的 你是我认为是没法准备的 你我觉得一个人他没有 他没有这个实力把自己玩完之间的包装 成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这变成一个演员了 是吧 这不可能 所以所以我觉得安装也是没法准备 你只能靠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刚好专业对口的话 那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对口的话 我想说的是 也没有关系 你就做好你自己 然后就就行了 我想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当时 因为我在ABB工作过 我当时 因为ABB大家知道电视系统里边 那个ABB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三的公司 当然 当然很多公司号称自己是 同时有很多公司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三 我说我有ABB经历 我应该比较比较加分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我的那个search committee 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ABB是干嘛的 是吧 就是在在苏尼边界的那些老教授 就是说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一个系里边可能 真正知道你你这个专业水平的人 不会超过太多的 大部分人还是看你的面试的表现 谈吐啊 举止啊 publication 他只能从很general的角度考虑 所以你就 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觉得不用不用想太多 这是我想说的 好 谢谢张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来请孙老师谈一下看法吧 因为孙老师也是在一所公立学校工作 是在一所旗舰 周旗舰这样的学校 那么孙老师可不可以谈一下您对招聘的看法 你说说旗舰是客气了 实际上你要看排名 在庭大西总共排名的100人左右 当时我刚才那个 张老师说的非常实在 实际上这个现实 就是血淋淋的就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在50名以后毕业的学校 你很难到近前50名找到教职 但是并不意味着100名的学校很差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想美国有50个州 每个州找前两名的学校 包括私立 公立全算上 那要能排进 每个州能排进前两名 这肯定是好的学校 所以100名也不差 所以说这个是 我觉得实际上美国有这点好 就是说他就算排到100名 200名也会有这个学校里 有一些很好的老师 就是他可能就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他来 所以我觉得关键是 你要是如果想做research 找一个这种research university 怎么看呢 就是他至少要有 要有PhD program 他如果都没有PhD的话 这个那你主要是以教职为主 我也知道有些人 他最后找教职找到的教职 那他们就要讲很多课 也不需要有博士生毕业 是吧 只要课讲的好 最后他们也很容易能拿到tenor 但是你说在一个research university 就是属于这种叫tier one 就是你做research 你主要还是看你的research 所以说 在这个学校里可能压力要很大 要拿到tenor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想我知道可能像 像哈佛那很难了 像那个李老师非常优秀 留下来 是吧 但是有些学校我也知道很多很优秀的人 到现在当时MIT没留下来 或者哪些名校没留下来 所以但是像我们这个公立学校呢 就是大概在50名以后 到100名的像 就是以UT为代表的一般 你只要能证明你在你这个research 圈子里能够 survive 是吧 至少做到你这个领域里的比较好的 就是说你能够自己能够 就是持续发展 是吧 能不断的毕业学生能教好课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些能力也就是 就是当你去interview的时候 人家要考察你呢 这个东西是很 我就稍微说一点吧 实际上那徐老师 可能就是可以展开说更多 实际上这tenor这个机制就是说 我们有一帮人 我们自己是一个club 就是我们互相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招一个人 这个人要跟我们差不多 这个人跟我们差异太大的话 这个人总就把它提出去 是吧 所以说你去interview的时候 这些professor 他们都是做research 提醒这些 他们以他们的这种方式 是吧 你要尽可能让他们能够接受你 这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也很赞同那个 就是张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你onsite的时候 你就表现你自己 是吧 如果最后你没有拿到offer 那就你不适合呗 你加入他们这个圈子 你最后过得也很难受 是吧 你最后可能自己也会走 所以说你要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这个 一个fagody的一个team 因为你毕竟要在这儿 有可能待六年十年 甚至时间更久 对 这个可能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孙老师 然后我们刚刚两位嘉宾谈到的 都是属于是美国的公立学校 然后我想可能对于比较精英的私立学校来说 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会有一点点神秘四彩 那么李老师您可不可以谈一下 在您看来什么样的Qualities比较重要 在fagody candidates 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申请这个话题 其实可以花上比如说一到两天 具体go through整个比如说application workshop 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 最后一年我参加了MIT的一个 叫Resident Star Woman 就是woman in EECS的一个workshop 主要就是给我理 就给学生想做fagulty的理顺 怎么找工作 找工作面试 该注意什么事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获益获益匪浅 就如果你们如果看见 有这种机会的话 我是 highly recommend 就attention some workshop just teach you the strategy 虽然就是大方向说 你do your best 但确实有些东西 就是他会告诉你 你写samen该注意些什么 然后你面试该注意什么 大家其实想你的drop talk 该怎么样准备 我觉得是我当时参加完之后 我参加完之前根本就不想生 参加完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尝试 因为我大概心里有个数 是你将会面对什么 但回过头下面 比如说招看一的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难点 就比如说哈佛工程学院非常小 所以其实对于哈佛工程学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说这人优秀不优秀 就是我们有没有opening 然后有没有opening这个东西 又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然后反正faculty之间讨论 然后加上学校里会不会批 是比较难 就是demonstrate 包括他们我们评 tendure case 其实第一个 第一个不是说just by这个人 是不是他们领域的number one number two之类的 第一个是 就是因为上面是整个学校 后面的university design should we keep this direction 就这个人他是做什么 这个direction有没有意义 我们哈佛需不需要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很tricky了 就这个我都 我目前为止我也没figure out 比如说what the best way to make the strong case for a candidate if we really like 就非常tricky MIT应该是 different story 因为他们就是工选学院 所以position比较多 但similarly 就是不同方向之间 会有politics 要fight 我觉得我们应该 发展这个方向 别人觉得应该 发展这个方向 然后一旦他们 design这个方向之后 接下来像我们哈佛的话 faculty 每个人做的方向 都很不一样 去年 去年我们有意义position 但你想就所有 就基本上就是 所有意义的applicant 然后我们的commit里面 也是就是各个方向 大家一起decide 我觉得random list 特别大 就是就是回过来 我想说就是拿不到offer 有时候不是说 设计能力 就是可能 for some reason what happening is not a good fit 谢谢 无论如何 反正就是 再回过头说到 那个刚刚子昂 还有孙老师 说 那个张老师和孙老师 说就是比如说 学校排名很重要 但我其实 我还挺supply 如果你们真的去看 哈佛还有mit的 很多老师的background 就我国有很多同事 他们来了学校 我以前来哈佛之前 都没有听过 就就其实是 有的时候 当然可能跟他很lucky 他做这个research happany真的就非常 there's some case demonstrate that's really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right not just publication 然后这种case 他们就stand out 其实不会管他的出身 是什么地方 mit有很多这种老师 然后哈佛我的同事 也有很多 所以就是如果你们 就是我想说什么 people will mandate if some opportunity opens just go ahead 所以我想加这句话 对 好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李老师 我们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学校 还是有很多 不一样的特色的 但是呢 科研方向匹配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么徐老师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谈一下加拿大的 学校的一些情况呢 好谢谢 加拿大没有这个 私立大学 都是公立的 就是相当于 美国的这个state 然后给我的感觉 我参加了很多 这个recruiting committee的 这个membership 在这些年来 我的感觉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大学吧 可能其他大学 可能也差不多加拿大 就是说 对于这个 你是从哪个学校来的 这个看的不是太重 就是说 我们像我们也有这个 剑桥大学来的 Five Remember 或者美国 第六大学也有 也有新加坡的 南洋大学的 也有 对吧 就是说 主要是 测动于Record 因为大概加拿大 没有像美国这种 精英学校 这个明显 所以大家还是 以测动于Record 为主 当然如果你是 从名牌大学来的 可能是能够 更帮助你参加interview 但是最后决定 还不是 因为你是 从哪个名牌大学来 还是根据你的 这个本身 这个实力来的 这是大的背景 第二个背景 就是说是什么呢 这个像那个 李老师说的 这个fit 比较 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这个committee里头 它里头 基本上有一半的 committee member 都是要招的 这个专业的 这些教授们 比如说power 那么的话 有一半 找个power position 大概至少有一半 是power的faculty member 所以的话 这个新的candidate 有的时候他很强 但是的话 他有的时候 他觉得不fit 特别是有的时候 会对 特别是committee里 的一些young faculty 可能有些威胁 这样的话 反而就是被reveal的negative 有的很强的candidate 这个billion review 的fariability 所以的话 我跟我学生申请faculty position 我跟channel有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 你要study这个website 它的每个faculty member 会和你有关的 然后的话 看你没有 complementary 你的research 和他们能不能complement 然后你要emphasize 你是complement他们 OK 然后的话 make theirresearch better 这个是比较重要 就是你写的时候 你不断是说 你要strong 而且你要emphasize 你能complement 这个学校的 或者这个power group的 这个research 这一点比较重要 还有 还有这个 我的有两个 我不是说 vision 我和大家歇训一下 大概 如果有feedback 也可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大学里头 我在加拿大公文 我在想这个 也许美国可能真是 就学术可能挺好 但是我在美国 一点经验没有 我倒是 我们有两个faculty member 是华人 是搞communication的 当时这个 dot com 这个很热的时候 他们对他们来说 招人是很容易嘛 对吧 然后他们在 在我们这个大学 已经 就是快拿到tunnel了 他们决定 觉得美国挺好 后来就到了美国去 然后的话 最后他们都想回来 当然肯定回不来了 因为你一走了 就回不来了 这边也不会再找你 对吧 就是说我 我不清楚 我后来影响感觉 好像加拿大这个 我不是都给加拿大做广告 确实是加拿大 也有一些优点 可能一个压力不太大 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就是说他这个 他这个 有一个叫做 operating grant program 就是他的 相当于美国的 NSF 他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钱不是很多 能够你带一到两个学生 你申请到以后 然后的话 你可以specialize 这就是你的specialization 你一直可以原认 就是这个钱拿来以后 unrestricted 叫operating funding 现在因为operating funding 对public的这个名义 不太好听啊 后来就改成 discovery grant 实际上就是 这个钱就拿来 你怎么花都可以 反正你要出结果就行 我知道花是要花在人上上 对吧 你做什么研究都可以 当然可能有些expense 也能cover 钱不是很多 但是他可以一直让你specialize specialize在一个专业 所以的话 我就 我怎么说呢 我就在想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 美国这个 一直specialize的 power方面的教授 我能想到的就是 Aaron Fodak Aaron Fodak 一直搞protection 他能specialize 但是在加拿大 你像加拿大 被美国要想好的 那个Royal Bennington 他一直specialize reliability 然后我的supervisor Herman Domo 一直specialize 这个 electromagnetic transient simulation 就是加拿大 他有这个 有这种机制 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他这个 operating grant 你要是 你要专下去以后 你不在乎其他经费 你就 你就能申请到这个grant 你就一直 专心弄下去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好些学生 因为我以前 industrial research chair 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和工艺界 联系比较多 反正我好些学生 毕业以后 大概20多 24个PhD吧 很多人都喜欢 去工艺界 这是really puzzles me 有好几个学生 我觉得他们 去学术界很好 但是他们还是 学了工艺界 反正有几个 我觉得我不知道 这些人在不在 我觉得他们 不适合去学术界 反正他们 应该去学术界 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你们 可能也有学生毕业 会不会也有 这种现象发生 对 OK 我能说的 就这些 好 非常感谢 徐老师的分享 然后关于找教职 我们要尊重 就是要根据 每个学校的特色 并且要根据 科研上的一些 匹配状况 来找教职 那么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想要探讨一下 各位老师 如何看待高水平的科研 在您眼中 高水平的科研 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 首先问一下 徐老师吧 因为看到您的引用 现在已经有 一万六千多 在Google Scholar上面 这可以说是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一个 非常高的引用 所以就想 请问一下 在您看来 什么样的水 什么样的科研 才算是高水平的科研呢 好吧 谢谢 首先我要一个 就是qualifier 我这个 因为有industry的背景以后 这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是不一样 就是说 我觉得高水平的研究 如果 纯学术就能不一定认可 然后呢 我也可能 不很认可 这个 纯学术的那种研究 这是因为 我这个background 我就是说 像我们这种 就是说 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 研究策略 解决这个 以解决问题为主 因为从我 这个工艺界背景 出来以后 然后我早期是 以解决背景为主 后来到了 后期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 发明创造为主 我觉得发明创造是 什么叫发明创造 不是说一个算法里面 就是真的 真的能够 第一能解决问题 第二能有专利 然后呢 就是能够 commercialize 专利 是 最后就 这是我 我 我喜欢做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 加拿大因为他这个 我的经费比较充足啊 可以就是说 我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压力 需要就是说 发表 发表论文 所以我 我这个 觉得是要把东西做好 特别是到了 我中后期的时候 我现在是属于后期老派 也快退休了 就是说我的中期以后 大概十几年以前 我觉得是以这个 解决实际问题为主 但是这个 如果说要是我这些文章 要在 把power system发表 或者是smart grid 也不一定能够被录取 就是说 因为这种解决问题 有些reveal 它不能appreciate 这方面的东西 至于这个 现在的学术眼界 我可以加一点评论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我也当过 Edit and Chief 又screen了很多 每年screen 大概一两千篇文章 我觉得现在的学术环境 现在越来越学术化 你想想 以前的话 我们读PhD的时候 能够发表 两三篇论文 就一定是 很productive了 现在它动不动 就是十几篇的吧 当然你如果 据说也有人发表 二十几篇的 这种被 take very negative 确实是 是这样 我也听到这个评论 但是如果能 十几篇 这个也是 就是说这个 也可能 reflect的这种 就是深度 或者是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大家就是 以数量为主了 这个学术环境 变化比较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我觉得现在 年轻人做学术 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 可能要辛苦 就是说 你要出很多论子 然后还要研究 还要申请很多经费 然后的话 如果你不 你不愿意做很多论文 那学生也要求你 因为学生他要毕业 他要找 fuggest position 他也希望有很多论文 所以搞得来 大家都很累 本来呢 你其中经历 做些这个 生日的研究 你可能 就是说 有更多的satisfaction 有没有很多的 这个fluffy的东西 反而你出来的成果 可能大家 都还很喜欢 我随便就 就说这些 我不知道 这个 找到要害没有 反正这是我的感受 还可以讨论 谢谢 谢谢徐老师 分享关于 徐老师眼中的 高水平科研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请问一下 李老师 因为在您的简历上 看到您一共 拿到了五个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s 这五个 Awards都是 非常的 prestigious 可能在很多 对于很多人来说 拿到两个 甚至一个这样的 Award 就非常了不起了 而您拿到五个 所以我觉得 此处应该有掌声 那么 所以我希望您 能来聊一下 在您看来 什么样的水平 什么样的科研 是高水平科研 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难回答 然后我很喜欢 徐老师刚刚说 其实 我自己 就首先我觉得 不同领域的 那个 不同领域 其实 所谓的高水平研究 肯定是非常不一样 但 比如说 从我原来 跟我 Cold Wiser Steven Low 一起做Power System 然后我非常 赞同徐老师的话 其实我自己 Dream for 就是我能有 东西 就是 Fundamentally Algorithm 有Innovation 然后也很Deep 然后但同时 就是真的能解决 Paw System 中的实际问题 这个是我非常 希望能有 做到Research 但是像我刚刚 之前也说了 我们迫不得已的 去做Startup 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 真的是 Colded a Gap 尤其像刚刚 徐老师也说 现在Publication 我也觉得 现在大概 我也不知道 教授是 究竟由谁 来重新Fix 这种Trend 我觉得Power System 里面倒还行 我最近 转座 Learning东西 比较多 就感觉 就我们自己 做的东西 可能就晚 那么一周 放到Archive上 可能其他 就已经Clam 他们做了 然后一打开文章 一看 然后每天文章 都很长 40多页 然后都号成 Mathematical Proof 是不是去读 清楚Mathematical Proof 读了两页 里面有很多typo 比如空K 空Y 都给写反 我 文章的 convolution signment 都非常大 就是我 solved了一个 non-convice 问题 换了 造作 Op-malad 就我自己 我跟我学生 最近也经常 反正我学生 最近 经常听到 Op-malad I saw how to publish 因为人家文章 已经clam 他已经solved 这个问题了 然后我这边 其实那 我又看不明白 他文章里面 proof自己怎么写 然后我们有 我们的东西 可能message opposite 就 I have no idea 就是 这个就 to be honest 我觉得 这个东西 我觉得 所以说 其实Powl System 而言 我反而 就是如果真的 将来 就是有更好的 比如说 test平台 当然这个 我觉得像 比如说 ApaE 也确实在做 这些 effort 提供一些 competition 就这些是非常好 因为这样 大家 为你 clam你的 algorithm 非常好 那我这边 也有一些 test case 你拿过来 run 你run不出来 不管你文章写过漂亮 就是anyway 你不能solve问题 那你弄出来 就是像ApaE 这个open 搞了一个 open competition 关于OPF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这种 这种东西 其实我希望以后 这种 competition 越来越 就是这种 非常well defined 不是well defined 就是来源于 现实生活中 实际问题的一些 实际的competition 或实际的data 更多 大家能更加好的 benchmark 会肯定会对 现在所谓的 publication压力 会有很大的缓解 因为建议publication 数目再多 你没有一个算法 真的能解决 任何这种 所谓的test case 大家其实 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大概是怎么回事 对 就是我 在于PowSystem 我非常担忽 谢谢李老师 那看来我们 前两位嘉宾 都是认为 能够解决 实际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而接下来呢 我想请问一下 孙老师 因为我知道 田达西大学呢 和工业界联系 是比较紧密的 因为田达西大学 离Oakridge National Lab 非常近 而且也有一个 current center 也是跟工业界 联系比较紧密的 那在您看来 如何才能展开 高水平的科研呢 好 就简要说是吧 我觉得高水平的科研 就是要么你够得着天 要么你摸得着地 你说这两头都不沾 绝对不是高水平科研 比如说你摸得着天 就是说 你现在做的是 现在最前沿的问题 所谓最前沿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一拨人 在研究的问题 你看看能不能 学到他们 最新发现的 这种基本的原理也好 新的这个问题也好 然后你看看 能不能你对这些工作 有一些帮助 摸得着地 就是你一定要解决一个 最实际问题 这实际问题 必须是还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 已经解决的实际问题 不是你该干的 是engineer去干的 所以我们既然 如果我们选择做5G标录呢 就是 我们实际上 做的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如果在美国 一般习惯把这个 technology的分成 叫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是吧 从level 1 到level 9 实际上那一般 level 1 就是说你提出一个 basic principle 你要提出一个完全全新的 一个basic principle 就是别人从来没提出来的 你发现这个原理 你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到level 3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 pull up concept 所以我们大学一般 就都是focal在这个 1到3或者1到4 至于那个7到89 那都是工业界 或者他们的vander 或者manufacturer 这不是我们在管的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 更鼓励我们去做这种 能够到天的 就是说你去提出一个 新的问题 别人从来没有意识到 这些问题 是吧 所以热点 热点肯定不是这种 能够到天 一定是 有时候很可能是个冷门 但是由你来引导 变成个热点 这一定是高质评的问题 然后呢 即便做这样的问题 就算你没有给你机会 你去摸得着地 踩得着地 但是你至少能够 把它看 看清了这条路 就是说至少 这个技术 一旦将来落实到应用 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 至少你会推动一下 对 这是我的观念 好 非常感谢孙老师 我们分享的 这个关于 够得着天 或者摸得着地 这个说法 非常的形象 接下来呢 我想请问一下 张老师 因为在其他几位老师 所在的学校呢 都有一些非常好的 发展power 这个方向的环境 比如徐老师 还有孙老师 他们都有一个 非常强的power program 然后李老师 在一所零校 而在您的环境中 可能学校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 research center 关于power这方面的组 那就是 所以想请问一下 您是如何在这样子 一个环境中 快速的独立成长起来的呢 好 感谢主持人这个引言 我刚好想回答一下 我们那个chat里边 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年轻老师如果 开始是吧 我们学校确实 没什么 我来的时候 没有太多做power 我们现在大概有 四个人吧 还可以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新的 young faculty的话 你有几条路可以选择 你可以第一 选择你感兴趣的方向 是吧 就是你认为这个方向 你很擅长 或者是你可以 看看你的四周 你的四周 虽然 虽然这个 比如说 我用这个 苏尼边上的举例子 虽然它感觉是一个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 静下来仔细看一看 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跟人合作的 无论是工业界 还是学术界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它的电池很有名 我们学校有一个 刚刚得过 诺贝尔华西奖的教授 他是发明 理电池人之一 然后他有一个center 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去合作 搞这个电池方向的研究 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方向看 收益非浅 然后同时呢 有些东西 当然这也是在我意料之外 纽约州有一个 单独的组织 叫NASERDA 他有一些比较 注重于实际的问题 跟尤特特合作 我觉得 孙老师刚才总结那句话 挺好 要不然能够聊天 要不然踩到地 大家可以这样想 大家可能很多人 都有优化经验 就是说 如何做这个 好的研究 这个问题 首先就不是一个convex的问题 这是一个non-convex 是吧 它有很多种解法 何勇有首歌叫 是谁出的题 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显然他看到的 也是一个non-convex的问题 是吧 但是我想让大家 换一个思路 这些的问题 如果是non-convex 对我们是好事 是吧 这些问题 如果是convex 那我们就不一定 能抢到一个资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搜那个什么 B站视频 他最火的主播 就在前两页 剩下的人全死 是吧 这显然 就是一个convex的 一个定义 就是说 只有头部的那几个人 能活下 剩下的人全死 但我们这个问题 就是如何做好的科研 这不是一个convex问题 这是一个non-convex问题 有很多好的解 你可以偏理论 像我做控制书生 我有很多同学 最后就变成数学家了 是吧 他说的东西 我完全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 那也是很好的 很好的科研 当然做power 我们大家 大家大部分 多多少少 跟电力的系统 实际系统有联系 所以我们认为 能解决 是一问题的research 是好research 我觉得 对于青年 青年导师来说 我们可以功利一些 是吧 功利一些 也不是什么坏处 就是你看到 你在近期 能出成果的 科研方向 就是好的科研方向 好 我先说到这里 好 谢谢张老师 那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讨论了 我们计划中的三个方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回答观众中的问题 首先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聊天窗口中提出或者举手进行提问 请问现在我们的窗口中有一个问题 各位老师们可否给刚开始做principal advisor带博士生的年轻老师分享下指导博士生的经验 谢谢 这一个从哪位老师开始呢 我说吧 那个 就是 首先我就想说 其实会有很多workshop 讲leadership 我觉得作为一个的wiser 其实参加这种leadership workshop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的wiser跟作为学生是非常不一样 我当时还有一个人的话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你的学生其实 就我刚开始变成了wiser想跟学生打成一片 其实后面发现其实 不能这样 不能完全那样子 有后面有一个也是同时ap的人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其实学生希望你比较的wiser 很多时候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学生可以试想你自己当时读phd的时候 像我刚开始过去 虽然就抱着一心的passion 但其实不知道从哪开始 所以我对我的学生 包括从workshop上面总结的 我目前为止觉得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就我跟我学生是分成几个face 我跟学生也说的很清楚 就是第一年你过来 我会给你concrete问题 然后你考 就是我只是根据你原来的background 我给你有一个concrete问题 我大概expect一年之内 只要你work hard 我们一直有结果能出来 最希望我们能finish一篇conference paper 我会手把手教你怎么写paper 怎么样就是many ways of iteration to improve the paper 然后go through the rebuttal phase 然后这个目的是干啥 就是对于一个学生 不管他原来有没有 他paper publication的经验 还是这是第一次 跟你完整的finish one project he knows what my research case is 还有我的 research is requiring the community 就这个然后我有的学 就是我我的学生如果第一年 就我现在算是也不多 就发现如果学生一旦 他第一年结束 他有这个finish一个project 然后有篇文章 学生自己他我看到他朋友圈 说i finally feel like i know how to do research 就你需要给学生一个 非常positive的一个feeling at the beginning 但我跟我学生说的很清楚 一般他们玩的第一篇文章之后 我问学生你现在想干啥 有的学生会说林娜我看你又拿了个award 然后我做你那个做你这个project 我直接就就就我目前为止比较lucky 我的所有的一些fonding都比较general 就学生我还可以再change my direction 我就直接跟学生说 我说no 我说这not the answer 我说你已经有文章在手里了 接下来我希望你discover 我先用力望着我 就接下一个face 我会跟学生手把手 我说你告诉我你大概喜欢什么 然后我是你的就是helper 我们一起读paper 然后读paper我会教你怎么读paper 怎么explore 怎么把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 formal的一种问题出来 因为这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学生最终毕业之前 他就是有20个publication 但他不知道怎么把一个idea 给他concreate pig out all the step one step two to reach his ultimate vision 那他其实毕业之后 他也没有办法真的成为一个独立的提案 反正是我们的ultimate goal 我现在我会帮助你 所以这个face有的时候是很比较弱 some time for the after one year two years the student will be 就是no population 我会告诉你 不用担心 等待你真的fake out which topic you really want to work on 在一般在phd 其实最后四五年的时候 像我是 我是最后两年发了很多文章 我从第一年其实没什么文章 我就跟学生说 你就be patient 你你的fake out 我都会用你 到最后我跟他说 学生毕业的时候 我说我的quiterion就是 你能够 我给 我只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你能自己fake out work on the paper reviewsure the heart and the paper is not really a bad quality 如果你能达到那一步的话 我放心让你guidget 就我跟学生 每个学生开始过来 我就跟他们有这个非常open的conversation 告诉他这是我的explication 然后关于另外其他所谓的training 现在确实反正找faculty教职 还希望你原来写过proposal 写过这一场 我目前为止没有让我的学生 参与我的proposal写 因为我觉得学生 难得有五年时间focus on doing research I don't want to break it down with a different thing 就反正目前为止 就是还比较lucky 学生也也非常的勤奋 就目前还行 但我就说另外 就是我一开始 我其实有有的 就是我有过answer type of case 就最后学生跟我闹得非常不愉快 我觉得我的一个非常的惊艳教训 就是我一开始 我没有be very frank like tell him 我的explication 然后学生在push我 就是学生一直在push我 比如说文章如果出了问题 每次I'm the person he want to pull them 就有这种学生 最后我开始说 啊那对对对对 就是就一味的就是觉得 OK反正就是我 I take responsibility 但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然后最后反正两方 双方都非常 unhappy 然后not really what's like it's actually very hard to control eventually so最后我都还有我的哈佛的mentor 很多mentor出面 一起discute 怎么让这个学生就是毕业啊 或者怎么怎么处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 最为一个年轻PI 真的就是一个learning experience what is your like the best way 大概就是我的experience了 希望如果你们想问更多的话 I'm happy to share 谢谢李老师 这一个带学生的经验 对我个人来讲 也是受益分泄钱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带博士生 所以我也非常有机会 给学生设一个expectation 然后阶段性让他们得到提升 谢谢李老师 然后那孙老师和徐老师 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这样我补充两句吧 那个这个李老师说得非常好 他这个我非常认同他的方法 就是刚开始吃了一两年 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把学生训练出来 你不能指望学生 他一开始什么都给你能做 就是说什么呢 There is no free lunch 我刚来的时候就有信念professor告诉我 就是说你早期你不给他 花努力 你不花努力去 不努力去把它培训出来 你将来到了最后 你花的时间可能更多 所以的话就是说 前一两年你要花很多金 你把它带出来 以后的话你的日子就好过了 从这个过程中 你也能知道学生的能力 能够因材私教 然后因材这个选题目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什么呢 任何教授都有可能 碰到difficult student 基本上你老是碰到 我也碰到好几个 老头反学的这些 我觉得总结最重要的经验 就是说 一定要给这学生 要一个exit 就是不能把它corner 对他来说 这是他的一生 对你来说就是其中学生之一 你觉得不重要 对他来说 他可以take all the fight 所以你最好的方案就是说 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学生 不能读什么学位了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比较reasonable的exit 就是说能够 哪怕你们两个关系再不好 你都不能对他太密 否则的话将来他肯定会fight 对他来说就是他的一生 对吧 我就补充这两点 那孙老师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就补充一点吧 就是说 因为你说是做advisor的话 实际上你是个manager 你的身份是个manager 所谓manager呢 就是说 你要让你下面的这个员工 或者让你的学生 把他这个project做好 你要给他最需要的帮助 最需要的信息 你要take你的response rating 不是说我拿的这个project 我直接转交给学生 给这个deadline 他就要做好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问题你给他了 你要用他能理解的方法 给他讲清楚 然后给他指出一些建议 一些方向 比如用哪些技术 这些技术 你一定要自己了解 如果对你来说都是 比如你尝试一个新的问题 你要尝试一些新的技术 你自己不了解 至少要花点时间 你先大概学习一下 然后你学到大概一个程度 你觉得有希望可以的时候 你把它交给学生 然后中间 你跟学生一定要是每周 然后经常的 就是至少要一个小时 就是了解学生的进展 回答的任何问题 所以最后一定这个过程中 是你比这学生 至少跟他在一个级别上 是对这个项目是比较清楚的 你不能把这个学生 就不管了 你觉得他足够聪明 让他自己去学校 这个不行 你绝对不能偷懒 你该做的事情要做 到这个文章 到这个学生出了文章的时候 你要帮他改 你要一遍两遍 一直改到 能满足你 达到你自己的要求的时候 然后这个 这些需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做的 我就说这些 好 谢谢孙老师 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分享 我看到我们现在聊天窗口中 已经没有问题了 而我们的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所以在此非常感谢 我们四位嘉宾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另外呢 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人 我还想感谢一下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们 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人员 李一言 姚一韵 还有邮件宣传 李问婷 以及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吴运慧 另外呢 我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RTDS 对我们一路既往的支持 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呢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的二维码 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那我们今天的这期活动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